这样的UUU125还丑吗? 在我以往发布小踏板的视频中常看到这样的评价 很多车友对UUU125的评价是又好又丑 一问为什么不改款 其实日本国内是有不一样的UUU125的 甚至还有110 今天就给大家看一看 UUU125是目前在售的小踏板中少数的国际车款 日本国内也同步销售 UUU是零幕小排量家用踏板Adress系列中的预言 在日本叫Adress 其实就是Adress的日语翻译 是有点难听 最早的是从两冲城的50cc和100cc开始 评价都很好 在售的Adress系列有三个车型 Adress110、Adress125以及新型Adress125 其中Adress125就是中国在售的UUU125 新型125看外观发动机和UUU125是一样的 整个外形也有点复古的感觉 和本田NS125LA有点像 如果引进的话 应该也是一款热门小踏板车型 但至于为什么新型125和110不引进 这个我也不知道